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您该了解 谈恋爱总是情路不顺吗? 交往如何避免又爱错人? 我之前在我的粉专上面呢 有很多人就是会常来说 为什么每次谈恋爱就是会错误 就是遇不到那个对的人 他自己就开始会深切的想要反省说 我是不是谈恋爱的方法有点问题 或者他就会告诉我他的恋爱的一些细节 想要从别人的眼光来判断说 自己是不是太过于相怨 或是总是委屈求全 亦或是太过于傲娇或任性 那今天就要聊聊 为什么你每次谈恋爱总是觉得说 翻手失恋 就会扼完说 为什么我都是选错人谈恋爱 或者是你就觉得我自己又错付了 今天就要聊这个主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呢 分手之后 请你要自我去检视一下你们这一段关系 为什么会走不下去的原因 每一次关系的结束 你一定要回头去 审视一下说 为什么我跟他走不下去 为什么当初我们两个爱的 明明很有火花 中间过程有很多甜蜜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最终却无法携手 继续的走下去 有没有可能原因是出在你们两个人对这段关系的那个 那期待不一样 那个期待值 有些人就是他期望他另一半在家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 那是他的理想的伴侣 但他的另一半可能现在还很年轻 心里想着说我还有很多的抱负 我还有很多的梦想想要追求 我不想要为了一个男人 而就是消减了我未来的发展性 或者是直接选择就迈入家庭里面 结婚生子 安逸的过日 所以那个呢 中间那个转折点 有时候就是出在你们两个本来爱的很有火花 但是没有去沟通说未来的方向 而导致那个问题浮上台面之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你就发现说原来他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这不是我要的关系 那中间有可能 其实就真的是很平淡的三观不合 或者生活习惯上面的不合 但他的一开始的问题 其实是很小的 但双方疏于沟通 而导致后面就是互相的不理解跟怨对 而让对方就是觉得说 跟你在一起越来越不开心 那另一方也会觉得说 你就是冷暴力我 而最终只能走向崩坏 所以每一段关系 他之所以最终无法走下去的原因 在你谈完恋爱 失恋之后 不要觉得说 我觉得他迈向新人生 就就此吧 以前的事情全部抛在脑后 也不再去回首 也不想再去思考这件事情 但有意识地去回顾你过往的恋情 为什么会走不下去的主因是什么 就有点像是复盘 你大脑可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当初 明明就还不错 中间遇到很多的波折 或是磨合 也顺利地走过了 但最终却在 这个时间点上面 却走不下去 那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可以去厘清一下 接下来第二点关系说 谈恋爱总是情路不顺吗 交往如何避免又爱错人 就是第二点 探索个人自小的内心创伤 人都说在谈恋爱 其实是个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 你从跟你的亲密另一半 互动的过程之中 你其实无形之中在做一些疗愈 或甚至是加深你的创伤 可能你的原生家庭 带给你的一些对于情感上面的 你会觉得说不信任 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 感情也是一种利益交换 他就是觉得说 我身上有个特质 你很欣赏 那对等的 我一定要从你身上取得一些东西 我才能够觉得 我们这样有德有识 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就是每个人从小 不管是家庭 或是他出社会之后 可能谈过几次恋爱 他也有一些内心的创伤 这些创伤 可能就会导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会有强烈的自卑感 或是不自信 而这些不自信跟自卑 有可能会衍生成 后续的控制欲 或者是你就变得很骄傲自大 或是你就会想要批为对方 你就觉得想要掌控对方的情绪 操弄对方 让他听你的话 但有可能你会有这些作为 起因并不是说你真的觉得说 他有多不对 或是他有多不可信 而是可能是从你从小的生活经验之中 告诉你人就是不可信 或是我就是长得比较抱贤 所以他爱我 我就是要自己要多淡淡一点 我就是要多付出或是我需求全 才能够成就一段关系 而这个心态有可能是你从小看你的爸妈 或是看你家里的长辈 他们就是这样的互动关系 所以你会植入到你的内心的深处 你会觉得说 原来这种就是冷暴力 家暴或是这种警绩的勒索 就是一种爱的表现 所以我遇到这样的对象 你才会觉得 哦我有被爱的感觉 但其实那是一种创伤 你自己有没有去察觉 一旦你察觉到了 你就可以跳脱出那个恶性的轮回 每次都在找跟你的爸爸或妈妈 类似的人在谈恋爱 或者是你为什么每次恋爱的对象 类型都是渣男或渣女 或是交的男女朋友 对你都非常的恶劣 那这个恶劣有没有可能是 你其实在暧昧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他有这些特质 但是你忽略了 那延续这一点 第三点呢 讲到说谈恋爱 为什么你总是情路不顺 交往如何避免又爱错人 就是三 认识自我 你要画出你的感情底线 就像是刚说的 有时候你在过往的恋情 其实你就会慢慢的察觉 跟摸索出 你要的关系是长怎么样的 你是希望很平等的 有些人是很S的 有些人很M的 就是你是一个很主导权 很强的人 或是你是一个 很需要被人家 就是指挥 人家这样做什么 做什么 你会觉得 我这样子很有爱的感觉 我觉得很崇拜他的感觉 你是很欣赏这样对象的 你在恋爱的过程之中 你会摸索出自己喜欢的恋爱的景象 而这个景象 有可能最后面还是失败的 但是这些东西 它会慢慢的画出你的边界 那个边界就是 原来我谈恋爱 这个是我地雷 我不能够接受我的另一半 比方他的外形如何 身高 财经背景 家世背景 或者是他对待我 太过冷漠 太过乐情 我都不能接受 那那些东西 一旦你恋爱过的 可能即便他失败了 那为什么会失败 就是可能这个点 刚好踩到你内心那个 卵乐 或者是就是 你无法忍受这件事情 他可能会家暴 或者他可能言语暴力 或者是 这种事比较严重一点 那轻微的可能是 你发现他控制欲很强 或是 他可能在某个层面上 没有办法满足你 他没有办法提供你 情绪的关怀 满足你情绪的需求 就是他是一个 很冷漠的人 很木头的人 他无法跟你聊一些 很内心的事情 那这些东西 当你就是 有过往失败的经验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哦 原来这样的人 我没有办法跟他走下去 这样的关系 是我不要的 那在下一段关系的时候 在找下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来 作为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可以让你在 筛选的过程之中 比较有方向 而不会在一直掉入 同样的问题里面 而这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关系说 谈恋爱总是情路不顺吗 交往如何避免又爱错人呢 就是 注意一些恋爱的警讯 然后请留意不恶果 如果你在过往的恋爱期间 你发现说 我一谈恋爱就会失去自己 我就是会重色亲友 然后就会完全性的把我的生活 活成对方想要的样子 或是为了对方而活 那种以赴为天 或者说在马自狗 或者是你就是会自己单方面 很委屈求全 想要成全这段关系 但你就会忘却说 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有些人真的爱得很深的时候 他是会抛弃自我的 他自己喜欢什么 他放到第二位去 他第一位就是对方想要什么 对方需要什么 他就只想要满足对方 小制一些饮食的习惯 有些人可能吃东西 他有自己的一些美感 他不吃鱼啊 或是素食主义之类的 那你可能 其实你平常是吃荤的 你什么都吃 你也没有特别的限制 但因为对方就好 依附于他 但久而久之 对方也觉得 我就是吃这个 所以你要跟我一样 你也很像你习惯 陪我一起吃这些东西 他也不会去在意你的喜好 不会想要偶尔去依附于你说 你其实也喜欢吃某东西 那我就陪你去吃 你懂吗 这种东西就是久而久之 他就会养成一种习惯 你如果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说 对啊 为什么从来你都没有迁就过我 为什么都是我迁就你 而这种东西 最后就会变成一种相怨 久而久之 最后如果 衍生很多小点 连结成 刚刚说吃的 有些是生活习惯类的 有些是观念的 比方说用钱观的 久而久之 累积成一大片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我们两个真的不合 而这种东西 它就是所谓的恋爱警讯 它可以从你的生活中 跟相处间里去察觉到说 这个人跟我对不对盘 即便是 我们饮食习惯不合 但是他是否会为了我 做一点退浪 或是我们两个 是可以找到磨合的方式 或是共存的方法 这种东西 就是有赖于 你在谈恋爱的过程之中 你可以去意会到 但对方如果是一个 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我也没有想要忍让 我也没有想要为了另一半 做出任何的妥协或付出 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 所谓的警讯 你在过往的恋爱经验里面 可能受尽的折磨 就是因为这个点 那你下一次在找对象的时候 就应该避开这个东西 就不要再去犯同样的错误 所谓的不饿过 那这样才能够避免 你每次都掉入同样的关系 或者遇到同样的人 好啦 那今天就是以简单的四点 来聊聊关于说 谈恋爱总是情路不顺吗 交往如何避免又爱错人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呢 我来介绍一间Jane咖啡厅 我之前介绍过了 但我今天要介绍一个 他们家的新的甜点 Jane咖啡厅的名字叫做 Twin Brothers Coffee 我之前介绍他们家最有名的 就是漏桂卷 但他们家最近菜单上面 多了一个叫做苹果塔 我经过想说 我还没吃过 因为我真的有阵子 没有经过那边 我就一点来吃饭 说精为天人 他们家的苹果塔 里面的那个苹果腌渍 是用他们家那种 知名的肉桂卷的那个原物料 去把它腌制的 所以它味道非常的浓郁 是有肉桂的淡香 那上面还有一些cream 就是搭配起来非常的清爽 下面的饼皮就是 你可以想象到的那种塔饼 跟上面的苹果 或是上面那个cream 就是成为三种层次 那你就可以细细的 一层一层的吃 然后我觉得它每一口摇下去 都会有不一样的层次展现 推荐给一些喜欢肉桂的朋友 那他们家其实主打 就是肉桂卷 如果你没有吃过 他们家的肉桂卷 其实蛮可惜的 如果你本身是 喜欢肉桂的味道的话 就会大推你 但他们家的肉桂 真的是台北市 数一数二的浓郁 所以如果你本身 对肉桂是很害怕的话 我建议你说不定 可以先点这个苹果塔 比较好入门 味道没有那么重 那它的那个辣度 也没有像肉桂卷这么辣 那就推荐给你做参考 今天叫做 Twin Brothers Coffee 相关的资讯 我有派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信通的发言 都有趣的几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 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 这边就要按赞追踪 这边就要按赞追踪 这边就要按赞追踪